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令人瞩目的话题 熊猫外交 谁是赢家 中国通过与美国和欧洲的动物园合作 成功保护了大熊猫 将野生大熊猫的数量 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约1100只增长到近1900只 这一成就背后不仅有中国的积极努力 还有全球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关键作用 尤其是美国的科研人员 然而 这场熊猫外交 真的能改变地缘政治和经济考量吗 还是仅仅是个聪明的形象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熊猫外交 赢家究竟是谁 熊猫外交 这一中国独创的软实力工具 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从全球来看 这种国家级的动物交流 可能有一个最大的赢家 大熊猫 中国与美国 欧洲的动物园 合作保护大熊猫物种已有数十年 如今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数量 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约1100只 增长到接近1900只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也因此将大熊猫的保护等级 从宾威降为异威 不仅仅是中国在保护大熊猫方面努力 全球各国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也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亚安市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张和民 在一次政府组织的媒体参观活动中表示 我们与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 华盛顿动物园 以及欧洲的科研机构长期合作 他们在兽医学 遗传学和疫苗接种等方面更为先进 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习 这次活动在亚安避风峡熊猫基地举行 那里有66只大熊猫 他们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宁静环境中 悠闲自得 享受着竹子的美味 中国长期以来向外国租借大熊猫 这被视为北京展示其软实力的方式之一 美联社指出 保护熊猫的重要意义 可能是北京在中美关系紧张时 仍决定与美国动物园续签合作 并继续送出大熊猫的原因 今年6月 一对大熊猫 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圣地亚哥动物园 安加洛户 经过几周的适应期后 将与公众见面 美国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和旧金山动物园 接下来也将迎来新熊猫 前美国大使巴巴拉 伯丹 巴伯 K Bodin 指出 这是一次聪明的外交举动 有助于改善 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 但不太可能改变美国的政策 如果他们想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不具威胁性的大国 他们就会送出几对毛茸茸的可爱熊猫 他们整天坐着吃竹子 那么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可爱毛团团的国家 这是最好的信号 他补充说 但这丝毫不会改变政治讨论 公共外交的作用有限 它不能改变地缘政治和经济考量 人们不会因为看了熊猫就觉得 美国可以接受从熊猫祖国 涌入大量的便宜的电动汽车 张和民表示 送往海外的大熊猫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 基因优良 它们遗传价值高 如果它们能够生儿育女 幼崽也将具备很高的遗传价值 他还指出 尽管西方在基因研究方面领先 但中国更擅长喂养和行为训练 这两者是相互补充的 研究人员表示 最终目标是帮助这些熊猫回归野外并生存下来 而更大规模的圈养繁殖大熊猫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 随着熊猫数量的减少 中国政府不再向国外赠送熊猫 转而采用利润更高的短期租借方式 并与外国动物园 在研究和繁殖方面进行长期合作 在这个背景下 2000年大熊猫美香和天天抵达美国 美香在美国生活的23年中 生下了4个宝宝 分别是2005年的泰山 2013年的宝宝 2015年的贝贝 和2020年的小奇迹 它们都已被送回中国 负贝贝和其他两只国外熊猫的饲养员李小燕 因表示 出生在海外的大熊猫 在被送回中国时 可能会面临语言障碍 她说 有些大熊猫回国后 可能很快适应 而有些则需要很长时间来适应新环境 尤其是语言等人为因素 在国外使用的是外语 而在中国则使用中文 甚至还有四川话和雅安方言 这种跨国合作 不仅促进了大熊猫的繁殖和基因多样性 也加强了不同国家间的科研交流与合作 在熊猫保护这件事情上 所有参与方无疑是赢家 然而 熊猫外交的成功 并不能掩盖其背后的复杂地缘政治背景 正如巴巴拉 伯丹所言 尽管熊猫能够软化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它们并不能根本改变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格局 熊猫外交的起点 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当时中国首次将大熊猫作为礼物 赠送给其他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赠送逐渐演变为租借 这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也成为了中国向世界展示其文化和善意的重要途径 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 象征着和平与友谊 每一只熊猫的出国都是一个国家间关系的象征 在这个过程中 全球的动物园也获得了展示这些珍稀动物的机会 吸引更多的游客 同时也能参与到大熊猫保护的科研项目中 比如美国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和华盛顿动物园 不仅在大熊猫的日常照料和繁殖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还通过与中国专家的合作 在兽医学和遗传学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然而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熊猫外交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 它不仅是一种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象征 更成为了中国展示软实力的一部分 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 熊猫外交依然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 但其背后的地缘政治考量也不容忽视 总的来说熊猫外交的成功在于 其能够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差异 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科研人员 动物园工作人员 还是普通游客 都因这些可爱的毛茸茸的动物 而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大熊猫无疑是这一外交策略的最大赢家 但在这场全球性的合作中 每一个参与方都是赢家 熊猫外交不仅仅是中国的软实力展示 更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交流 从这一角度来看 这种跨国界的动物交流 不仅保护了珍惜物种 也增进了国际间的理解与合作 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 大熊猫作为和平与友谊的象征 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 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熊猫外交就是一场全球的毛茸茸可爱公式 你看 大熊猫从1100只增长到1900只 这简直就是动物界的人口红利 不仅让世界人民都爱上了中国的国宝 还实际帮助保护了宾威物种 熊猫外交真正的赢家 当然是大熊猫 同时也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人们心中变得更加正面 这简直就是软实力的极致发挥啊 哈哈 楚天书 你说得倒轻松 熊猫外交就像是送出一份毛茸茸的贿赂 虽然熊猫数量有所增加 但这并不能掩盖中国在其他领域的争议行为 你以为送几只熊猫就能改变地缘政治 这就像以为吃根竹子就能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一样荒诞不惊 熊猫再可爱 也不能让美国人忘记他们对中国政策的疑虑 所谓的熊猫外交 最多只是外交手段中的一小部分 不可能成为改变国际关系的魔法棒 谢七七 你太悲观了 熊猫背后可是满满的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 中国与美国 欧洲的动物园合作 不仅仅是租借这么简单 而是涵盖了兽医学 遗传学 疫苗接种等多方面的交流 中国科学家不仅从中获益 还为全球大熊猫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合作关系才是双赢的典范 况且 熊猫外交在某种程度上 缓和了紧张的中美关系 何乐而不为 你说得好听 但别忘了 送出去的熊猫都是精挑细选的基因优良品种 就像是动物界的富二代 这些熊猫回归野外 真的能生存下来吗 送熊猫给外国 更多的是商业行为 还要收取昂贵的租借费用 这分明是把国宝当成了摇钱树 同时 熊猫在国外生活 甚至面临语言障碍 需要适应新环境和新语言 你以为熊猫会说熊猫版英语吗 这简直太滑稽了 谢琪琪 你这是在为熊猫准备语言课程吗 其实 这也正是熊猫外交的独特之处 它不仅是一种商业租借 更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熊猫在国外受欢迎 成为了文化使者 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 也促进了民间互信 至于租借费用 那可是用来继续保护和研究大熊猫的 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至于语言障碍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跨文化适应的挑战呢 好吧 楚天书 你说的跨文化适应听起来像是熊猫版的留学经历 但别忘了 这其中的商业色彩依然浓厚 熊猫外交的成功并不能掩盖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国际争议 熊猫再可爱 也不能为中国的全球形象提供永久的护盾 最终 外交和国际关系还是要靠实际的政策和行动 而不是靠几只毛茸茸的熊猫来解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